好,现在我给大家讲解一下这款新款的小气泡 首先我们抽到仪器之后呢 我们要检查一下仪器的配件齐不齐全 探头有没有少 然后我们连接仪器的一个开关 然后我们仪器开关已经连接好了 就需要把这几个探头连接上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现在开机看一下仪器 首先我给大家先讲解一下这五个探头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头 第一个头是我们的一个气泡笔 它呢起到的一个作用就是说 深层的清洁皮肤 给皮肤补水补养猝死皮吸黑头 是这样的一个作用 这个它有五个点人头呢 它是一个RF的射层头 就是说是一个打开某孔 然后促进皮肤 皮下胶原收紧拉紧的这么一个作用 缓解皱纹啊等等一些一系列的问题 第三个头呢 就是带一个圆圆子这样的一个头 是我们的一个冰疗锤 也就是说我们一个呃 起到了一个冰疯锁住营养的一个作用 第三个呢是我们的一个超音波导入头 就是说它操作的时候呢会促进微型魂 波浮幻炎 然后可以导入一些产品 使这个产品迅速的被皮肤吸收 然后最后两个小点点的头呢 是我们的一个BIO面部提霜头 它的定位的是一个组织会呃会产生一点点热感的这么一个头 打开毛孔它就会收紧拉紧这个皮肤啊皱纹啊等等 还有一些它的后期就是操作完这个小气泡 它的后期呢皮肤就变得更加紧实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个瓶 有两个呃 这边有两个蓝色的瓶子 这边有一个呃绿光的一个瓶子 绿光的一个瓶子呢是我们的一个脏水瓶 也就是说我们呃仪器要加水 开开机之前要加水 先要在两个瓶子里面加水 加了加蒸馏水或者纯净水 加满之后呢 我们就把这个盖子拧上之后 然后在我们操作的时候呢 这个脏水瓶里边会有这个气泡笔的脏水 排放到这个里边 我们把它拧好就可以了 加完水之后呢 我们开机之后可以来看一下界面 我们页面上呢有五个提示 第一个也是相对应的 第一个气泡笔 第二个BIO 第三个RF 第四个是我们的一个呃 一个超声波的一个头 第五个是我们的一个冰封头 也就是我们锁住水分的一个头 这个位置是我们一个能量的加减 这个位置 三十这个位置是我们一个时间的调节 十大天是我们一个开始键 我们来看一下仪器的背部 仪器背部有一个黄色的小管子 这个管子是我们在呃 操作完成之后将这个脏水瓶中的水放出来 就需要用到这个把拧动这个开关 我们这个脏水就会流出 现在我们来呃用模特给大家 实际操作一下 这个位置呢有一个旋转的小钮 这个钮呢是调节气泡笔的一个 出水量的一个多少 你逆直针旋转 它出水量就会越多 你顺势针旋转 它就会出水量越少 就是这样的一个调节方法 现在我们给大家来操作一下 操作之前呢我们需要用毛巾 或者就是说手帕子给顾客的衣服弄好 因为我们的气泡笔会有大量的水流出 铺裂好之后呢我们现在选择 第一个也就是我们的一个气泡笔 选择我们界面的一个气泡笔 现在已经是在我们气泡笔的界面 然后我们点击start开始 你会听到这个水有声响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它是有激励 并且有水流出 再看我的脸上 可以这样滑动的走 它会深层的清洁你的毛孔 内部的垃圾和毒素 这就是我们气泡笔的一个操作 操作完成之后呢我们点击一个键 暂停 那就可以暂停了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第二项操作 第二项操作呢是我们的一个需要用到一个凝胶 配合我们的凝胶进行导入 凝胶呢也是使用一个美白保湿的一个作用 我们给客户清洁完脸部之后 先给客户的脸部涂上凝胶 然后我们将摇取打起来 开始啰却 凝胶 第二项操作 第一项操作 二项操作 两项操作 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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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第二项呢我们来进行一个超音波的导入 就是说把这个产品导入到这个皮肤内部 我们已经现在已经是涂好了 在客户的脸上涂好了凝胶 然后我们来选择这个头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超声波的一个头 然后在我们的界面上相应的也选中这个头 我们现在选中了这个头 这个位置呢也是我们一个能量的调节 这个位置是我们一个时间的一个调节 它有一二三 它的满档呢是十个档 然后我们在操作的时候呢要在最低 最低是1 然后我们操作的时候呢在第三个档或者第二个档开始 现在我们在第二个档开始起跳 然后我们点击现在这个是点击开始 然后我们在第二个档看到我们的仪器头已经亮了 再首先先预热一下因为这个会有一点点热感 这样进行提拉 不要在一个位置停留过长的时间 这样的话以免它的热度会烫伤中的皮肤 就这样进行滑动就可以 或者这样打圈打圈的今天让它进行导入也是可以的 两种方法 然后我们操作完成之后呢 我们进行下一个看头的操作 这个位置点击停掉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下一个探头 也就是我们的一个RF头 我们来选中这个RF头 同样我们点击开始 然后我们调节它这个能量 同样我们放在R开始 然后我们现在来开始 这样进行导入产品或者是这样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结束之后我们来进行第三个头 下一个头 第四个头呢就是我们一个冰凉锤 冰凉锤呢就是我们的一个锁住一个营养的一个 我们导入了之后然后我们来选中这个冰凉锤 冰凉锤 我们点击开始 能量我们还是放在第二个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头呢它会是不是热的 是有一点冰冰的感觉 它会将你导入到皮肤内部的一个营养锁入在你的皮肤下面 是我们这个仪器的效果会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 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 是我们一个冰凉筒 这样就可以 然后我们来选操作最后一个头 就是我们的那个BIO面部头 我们选中这个BIO的头 点击开始 然后我们来进行导入 这个头呢还有一个作用就是提拉我们一个眼部的一个皱纹 这样 这样 鱼尾纹等等 这也是我们一个小气泡的一个操作方法 像操作完成之后呢我们给客户联系进行清洁掉之后 然后我们点击停止 然后我们关掉机器 关掉机器之后呢 给大家讲解一下就是我们仪器的一些注意事项以及进用人群 首先呢我们这个仪器它不要在有破损的皮肤上面操作 同时呢要及时清理这个肺水瓶内的一个肺水 以免淹满了之后 令这个肺水瓶的水倒流 造成了仪器的一个损坏 第三个呢 不同型号的治疗头呢 我们不可以直接用清水直接清洁 用75%的酒精进擦一下就可以 然后我们这个 进用的人群就是说我们发烧呀 或者是说传染病呢 它有一些急性疾病的人群我们不建议它使用 同时呢一些出血性疾病或者外伤 有皮肤病啊或者皮炎等等 这些客户我们都不建议它使用 其他的就没有什么了